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奔跑在全国各条线路上的动车组 多达5000列 您坐在高铁上有没有想过 高铁为什么能跑得这么快 这个秘密藏在列车的下面 这是装在列车底部的变流器 相当于高铁的大脑 而这大脑的核心则是一枚小小的芯片 以前这样的芯片我们全部都依赖进口 现在高铁也安上了中国心 今天我们活动的第一站 是我们刚刚开通的长珠坛成绩铁路 大家往这边走 这边人都骑了吧 骑我们从这边 我们今天的活动第一站 这些年轻人全都是弟弟道道的火车迷 领队曹思瑞今天特意带上会骑 伙伴们都很期待 因为新开通的这条长珠坛成绩铁路 是他们家乡湖南的第一条成绩铁路 这是中国第一款石缩160公里的成绩动车足 能亲身感受一下列车上的新技术和新装备 大家都很兴奋 几位新加入的车迷 第一次走进动车驾驶室 在火车迷心里 每一列新车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我们比较关心就是这个空气弹簧 弹簧包 我们所说叫弹簧包 你看那个动车组上面摆一个硬币 在车上放的硬币能不倒 就是最大的归功于这个空气弹簧 它有很好的减震能力 然后这个空气弹簧其实不止在这个铁路上面应用 还有其他方面像桥梁 建筑行业 机密机器制造行业 它都有涉及到这个空气弹簧的一个减震能力 都会这样 就是在这个动力 动力这个车的这个转弹下有牵引电机 这位火车迷关心的是列车上的牵引电机 这列车上的牵引电机采用了最新一单技术 与普通高铁动车相比 加速能力更强 可以像地铁一样快起快停 而为列车提供强劲动力的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核心部件 人称高铁中国芯 具有中国血统的IGBT芯片 正在湖南诸州的这间厂房生产 IGBT是实现能源变换 与传输的核心器件 除了高铁 在智能电网 航空航天 电动汽车 新能源装备的领域应用极广 然而这项技术 带上三十多年来 一直被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把控 三年前 中国自主研发局的突破 今天 中车的IGBT 已经能够实现量产 这条8英寸IGBT生产线 为您能制造12万只芯片 全世界 这样的生产线只有两条 作为芯片家族成员的IGBT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对环境和工艺的要求极为严格 所有工作人员 要经过两次更衣 和三道净化环节 才能准许进入生产线 我们身体 呼吸的空气 还有我们的皮肤 以及我们流的汗液 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污染源 那我们需要尽可能地 把我们呼吸的气体 我们的身体表面 给它覆盖住 所以我们要经过两次更衣 最后大家看到的这个身衣服 就像黄黄虎似的 可以把人体造作 任何异常的气味 颗粒等物质 都可谓视为是影响 IGBT芯片制造的污染源 IGBT核心的制造区域 对于环节和空气的 净化等级要求为实际 这意味着 没立方英尺的空气中 超过0.5微米大小的 悬浮颗粒物 不能超过10个 穿过最后一道净化通道 罗海辉和同事们 来到了制造 IGBT芯片的心脏地带 同样是芯片家族的成员 和处理信息或储存数据的芯片不同 IGBT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和传输电能 指甲盖大小的芯片组成的IGBT 可以处理6500瓦以上的超高电压 IGBT芯片工作时 可以在短短一秒时间内 实现10万次电流开关动作 从而驱动高铁飞速行驶 有一个黑色的环 它是起到这种耐压阻断的作用 那么它可以阻断 7000部以上的电压 这就好比我们的三峡大坝 要承设很大的水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黑环下面的设计 以及材料工艺 要求都非常严格 那么我们为了突破这个设计 工艺和材料呢 我们前后试验了几百次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得到了突破 被工程师称为黑环的部分 是IGBT芯片的核心技术之一 每片晶圆的厚度只有50微米 相当于只有人体头发丝的一半左右 并且每个支甲盖大小的芯片 都有5万个微米大小的圆包组成 其复杂程度可见一半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光刻 都是这个微米机的这种 大家开口往下说 打个喷嚏 或者旁边一台汽水经过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设备震动一下 那它可能就刻偏了 就这些产品就不行了 所以它是非常的严苛 是一种很微观 很精细的一种这个概念 每支IGBT芯片的制造 需要通过200多道工序 其中设计半导体 机械 电子 计算机 材料和化工 等多门复杂学科融合 目前在国际上 能制造大功率 IGBT芯片的企业 也是少之又少 而就在三年前 中国根本不能生产IGBT 然而当时的核心制造技术 经常在日本和德国 都少数几个国家手中 价格完全由卖方输了算 一个IGBT模块的价格 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块钱 而且只卖成品 这样的技术 是用多少钱都无法买到的 我们想买它的技术 但是它是不可能卖给我们的 因为这项技术 对它们整个国家的 一个供应竞争力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上至航空航天 武器制造 下至轨道交通和电力电网 都离不开IGBT 谁掌握了IGBT制造应用技术 谁就占据了 功率半导体技术的制高点 现在在中国制造2025 这个领域里面 汉格的十大领域 在十大领域至少有棒数 将来会用到功率半导体器件 来提升我们的装备 提升我们的一个应用系统的技术水平 我们常见了有一句话 叫做一代器件 决定一代装置 这意味着这个器件 功率半导体器件的技术水平 和质量水平 也决定了一代装置 我们装置的一个水平 和装置将来的应用的 这个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2008年 中国的第一条高铁 京津长级铁路开通 随后又开通了更多高铁线路 对IGBT的需求成倍增加 一个巴黎标准动车座 就需要152个IGBT芯片 光这个芯片的成本 就高达近200万元 每年中国高铁制造 需要向国外采购 10万个仪式IGBT模块 采购资金超过12亿人民币 就在这时候 英国一家公司 走进了他们的事业 选择当一个事业 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这家公司的话 90年代后期以后的话 经历过很多次的并高了 应该说当时的话 它这家公司的话 在IGBT这一块的话 这种市场非常小了 当时英国的这家公司 IGBT 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半成品 并且经营面临困难 已经无力进行后续的研发 2008年 中车时代电器 顺利并股了这家企业 30名工程师 赶赴异国他乡 开始了研发之路 刘国柳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我们英国上班 白天工作8小时 搞科研 晚上的话还要 跟国内 跟工程师团队 进行交流和讨论 应该说每天的 睡眠时间都非常少 实验室里 IGBT产品开发部的 朋友店博士 正在和另一位工程师 一起 对新一批词的产品 进行测试 在这个实验室里 六条手臂粗气的 导电铜栏 连接在IGBT模块上方 通过24小时 不间断地开通和关闭 实现检测 由于IGBT芯片模块 普遍应用在 大型驱动装置 或工业制造领域 可靠性 被视为第一要素 因此 每一款产品 投放市场前 都要经过长达 两千年时间的 检测试验 高铁要从极寒的东北 穿越到湿热的南方 除了钢铁车身外 相当于机车心脏的IGBT模块 同样饱受考验 同时要保证30年的有效寿命 因此对IGBT的各方面要求 极其严苛 在这间实验室的温差 湿度 湿度 震动 等十几道检测环节 制造芯片所需的光刻环节 属于纳米级的制造工艺 相当于在人体头发丝上 进行艺术雕刻 每隔一厘米件宽的芯片上面 聚集着五万个元件 要保证每个元件 在处理大功率电流的情况下 保证持续工作30年 绝非易事 它里面包括的这种小的单元 并连的小的单元 只有五万个 也就是说 对我们一辆高铁来说 上面这种小的并连的这种单元 就达到了一亿个以上 哪一个小的单元 任何一个小的单元出现问题的话 就可能导致整个高铁 瘫痪在路上 2014年6月 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 由我国自主研制 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 八英寸IGBT芯片 成功下线 预示着高铁拥有了第一颗中国芯 我们的第一片八英寸的那个经缘 比中国科技馆研究所长 作为一个科普教育的一个因头 一百台电炉的能量 如何放在一个指甲大小的芯片上 它可以阻断七千步以上的电压 这就好比我们的三小大坝 要承受很大的水压 一个落后多年的芯片技术 如何迎头赶上 因为在这种设计到核心 技术核心产品 以及核心竞争力的这个领域 就怎么样能够 不仅是高铁上用 我们的电网也要用到IGBT 据统计 中国在未来几年将成长为 千亿级的IGBT市场 极具吸引力 而国产IGBT芯片的成功量产 则意味着将从少数几家 外国公司手中抢走一块蛋糕 可是这蛋糕要想吃到嘴里 比突破技术还要难 刚刚生产出来的IGBT 被送到了全球最大的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工厂 厂房里80%的装备 都是中国自主制造的 IGBT牵引变流器的制造工序 非常复杂 原来28道工序 人工干得干上一天 才能组装好一个 增林剑以前是刷胶工 现在他是机械手操作员 每一块图好硅胶的IGBT模块 都会被送到他眼前 确认合格 按下通过按钮 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人与机器间的交互十分顺畅 智能线上所有工序的状况 一百多种物料的关键信息 和加工过程数据 全都实时显示在这里 这个中国自主研发的 生产管理数据监控系统 可以及时监控生产进度 反馈生产异常等质量问题 一个数据报警了 具体是什么故障 系统判断是一个螺丝有问题 这个红色是什么问题 这个红色是有一个 拧紧不合格 然后人 他后马上安排操作人员 到工位上 调整机械手臂的力度参数 命螺丝 曾经是让工人们 最头疼的一道工序 整个IGBT牵引变流器身上 有一百多个螺丝 大小不一样 拧紧的力度要求 也都不一样 以前人工拧完眼前 这块板上的螺丝 至少得四十分钟 但现在机械手臂 不但可以做得更快 还能达到精度 力度最佳的质量效果 我们终于可以摆脱这种 重复的这种机械劳动了 这条线上线之后 我们的疲劳强度会大大的降低 三个小时后 第一台智能生产线生产的 IGBT牵引变流器下线了 各项指标完全合格 生产时间比原来缩短了70% 好 过来了 第一个我们过来 成功上线 成功上线 我们做这个产线的设计 在做投资回报周期的预测的时候 我们当时预测的价格是 开始我们进入这个市场以前的 70%的价格 但是当我们真正产品投向市场的时候 价格却是原来的40% 所以这种压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 国产IGBT刚刚投产 吴宇东的团队已经准备好 以低于市场30%的价格优质推出 与对手在国际舞台上决力 然而产品价格刚刚公布 竞争对手就迅速降价 联合起来降价70% 吴宇东绝对没有想到 刚刚迈出第一步就遭遇了惨烈的价格战 因为他们量是最大的时候 所以他们现在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时候 他们有增加的资本 那么我们的产线才刚刚开始 那么解决这一点的质量 现在我们就是说 康复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在这种设计到核心 技术核心产品 以及核心精神力的这个领域 就怎么样我们都要康复 这条8英寸IGBT芯片生产线的投资成本 高达16亿人民币 降价出售 对于企业运行的妖力可想而知 没办法 他们只好跟着降价 可是让大伙始料未及的是 刚刚宣布降价的外国厂商 紧接着放出了第二招杀手锏 它都会有几板符 我就总结为三板符 第二个就是 它把新一代它的产品 开始投放市场 引导客户 使用新一代产品做新的设计 那么这样它就是想这种办法 来把我们甩开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学会走 人家已经跑起来了 要想让国产IGBT 这颗中国心能够跳动下去 不得不继续追赶对手 我们感觉就好比经营了一条 没有出卡的高速公路 我们必须尽快地往前面跑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被别人摔在后面去的 他们实际上是被一种使命感所驱动的 在经历九年零六个月 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后 中国心在技术上终于追平了对手 用不到十年的时间 走完了国际巨头们三十年的路 打破了发达国家 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 2015年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IGBT电流器 烧色出口海外市场 夺得了印度100辆机车的订单 这批160辆混合动力巴士 在经过最终复建环节后 即将开服海口交付使用 烧色使用高铁及IGBT心脏的混合动力巴士 吸引了众人目光 拥有近一代IGBT模块的电力驱动通知 将比以往节电20% 并且成本更低廉 这个电气控制器 它这个器件 它的主要成本 IGBT要占到它的三分之一 如果是完全依赖进口的话 成本永远下不来 这个对于我们大批量的推广 用不过的接受程度 你价格下不来 这个是一个障碍 短短三年时间 国产IGBT在公寓期间的市场占有率 从零以下攀升至60% 并且以每年200%的销售业绩增长 统一后的高铁标准动车组 将全部采用IGBT中国芯 目前这条8英寸IGBT芯片生产线 已经开足了马力 模块检测员 模块检测员肖红正在对芯片 进行最后的焊接点核查 销红的岗位至关重要 每块微小的芯片上 密布着59根汗线 肖红要对它们一一审验 产量增加后 她一个人一天 就要负责600个模块的检验 每个称满的话 要160个眼线 因为每个眼线长得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非常的仔细的 长时间聚焦在高倍显微镜里面 肖红的眼睛时常出现眼花 乃至头晕等症状 生产线为大家准备了炎药水 眼睛实在干涩男人 肖红便滴上几滴炎药水 缓解疲劳 在我们之前是非常的排马 是三班连都转 人休息机体会休息 我们不是说做完一种产品 切完做下一种产品 我们这条产线的话 它可以兼容刚才所说的 这多个应用领域的 这种产品同时去做 来自电网 机车和电动车的 大量订单 已经让生成线忙不过来了 第二条封装线的建设 已经启动 明年就会投入运行 由于我们产能 这个控制的增长 所以现在供应商 都有一些关键原材料的供应 很不及时 甚至我前几天 还给日本供应商打电话 如果他们不来及时 给我们供料 我都要到日本去取货 中车珠洲基电所 刚成立不久的 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 国家重点实验室 他们要在这里研发更小 功率更大 更智能化的电力电子组境 就好比马拉松比赛 追赶上第一名后 中国开始领跑 彼此之间可能是相互绞尽 并且我们在这四个方面 一些发展过程中间 足不足不没有标杆可以学习 完全要靠我们自己 去开始原始创新 可惜的是我们的研究第三代 基于第三代工业方导体器件的 这样一个研究平台 我们已经基础建设 已经完成了 现在抓紧建设 它的中式研发的一个平台 相信通过这个努力以后 我们国家在未来 工业方导体器件的研究 和产业发展过程中间 会越来越主力 在世界的范围内 也会有我们的声音 半导体的发展 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 就是它跟国民经济的发展 密切相关 上世纪70年代前 半导体产业集中在美国 7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 到了1989年 日本的芯片产品 占到了全球市场 风格的53% 随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也用了20年的时间 走到了世界前列 到今天韩国几乎占据全球所有的 存储芯片市场 而中国作为现在全球经济发展 最快的地区 对半导体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 旺盛的需求 也在吸引全球的产业 向这里集中 因为它要靠近中端客户 像中车刚从英国收购 IGBT技术的时候 那家公司还只能做 4英寸的IGBT 此后双方根据中国高铁 和电网的需求 迅速研发出 6英寸和8英寸 大功率的IGBT 可以说正是庞大的中国市场 孕育了芯片产业的升级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再见